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我是凛凛 11月的主题是交朋友 大家有没有和自己年纪不一样的朋友呢 上次我帮忙照顾悠悠班的小朋友 认识了很多很可爱的弟弟和妹妹 现在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哦 好累哦 我不想听故事 我要吃点心 这个故事快讲完了啦 听完再吃点心好不好 不要 快点 我要听故事 不要 快点 我不要 快点 不要 快点 我的天哪 快点 我喜欢当姐姐的感觉 可以照顾小弟弟小妹妹真的很好 不过奶奶说 等我大班的时候 可以照顾更多小小朋友 好期待哦 对了 除了有年纪比我小的悠悠班小朋友 我也认识了住在附近的邻居叔叔 他也是我的朋友哦 对对对 今天晚上的 欢迎会好玩吗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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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好玩呢 有很多的点心可以吃 很多游戏可以玩 很多音乐可以听 很多电影可以看 听起来真不错啊 还有礼物 牛甲帽子 新邻居牛爸爸举办的欢迎会 好好玩哦 你看你的新朋友都是怎么认识的呢 欢迎跟我分享哦 嗯 以后我搬家 也要办一场欢迎会 诶 机器人店长 书店要不要搬家 我帮你办欢迎会 机器人店长 这些精彩的节目内容 都在YouTube频道 看完记得到 水果冰淇淋的脸书粉丝页的贴文下 回答问题 就有机会获得礼物哦 最后别忘了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周末见 嘿嘿嘿